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上师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化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二规教言论》当中 今天讲 十顾凡子知识时 细微美名耳本浊 主要讲这个道理吧 我们世间上的所有的这些凡夫人 实际上从懂一些事开始 各个都为了追求一些美名而奔跑 所谓的美名 这种名声 就是名声应该说 人们都极其向往的 听起来也是好听 而人们也很喜欢的 可是这个名声 如果自己没有一个很好的福报 没有这种功德和平德 没有这样的话 那明明名声再怎么样追求 始终是得不到的 就是越罪越遥远 就像有些孩童 认为这个彩虹是非常漂亮 然后他想得到 而使劲地跑 一直奔跑的话 那么这个彩虹 离他越来越遥远 应该可以知道 这个道理 从我们自己的亲身体会 应该了解吧 只不过人们处于一种盲目当中 不太喜欢观察而已 比如说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从世间的开始 从幼儿园开始 很多小孩就在这个班里面 就是想得到小红花 想得到一些老师的赞叹 当时也是在 每一个人来讲 在班里面特别的向往 然后到了小学 中学 在整个学生时代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觉得 在班里面也好 在老师面前 在其他的同学面前 只要得到一种赞叹的词 在心里面应该说 就是欢喜若狂 非常高兴 然后很多人 到了自己的工作上 到了在自己的家庭围狱当中的时候 也经常追求一些 自己的名声 受到了一些名声 赞叹 赞扬的时候 就非常高兴 当你的名声 受到一些违缘 受害的时候 就去心里面 极其的痛苦 伤心 这样以后 我们可以观察得出 甚至已经触开 一些世间法的 有些出家人 对自己的名声也非常执著 这种现象 在世间里面应该是有的 但我们作者在这里分析 分析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没有前世的福报 不一定得得到 但是你自己没有功德 没有能力 光是有一种名声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事业的 没有任何事业 我听说前一段时间 在某一个城市当中 有一位富贵的人 他为了得一个国土局的局长 在世里面当国土局的局长 然后给政府捐了一个大鹿 也是一个高杀 特别贵的 也这样的 但后来也的确是 政府部门也给他给予方便 给了低位 但低位之后 因为可能自己的行为品德 再加上他收费的量 过多的愿意 没有几天落入监狱当中 然后度过自己的一生 说是无期徒行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真的 我们也以前听过 有些人 有钱的人 就是拼命地 想尽一切办法 就把自己的名声告上 所以现在的这种 劝钱教义 世间当中经常提倡的这样的 把这个 我有了权利 需要钱 那么钱依靠名声而得到 名声跟地位有一定的关系 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像三角戏一样的 互相灌带而安立 因此很多自以为是聪明的人 有些人是为了 权而寻找名声 有些人为了 欠而寻找名声 这样以后最终在自己 获得的是什么呢 对自己不一定有意义 对其他的众生更不用说 所以凡是世间当中 稍微有名声的人 自己也是在无情当中得到 这也是自己的福报得到的 以前我们跟有些世间人 教导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尤其是今年在权贵各地 好多贤级干部 进行缓解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当中 好多人心里面 非常的不平 有些局长很想当一些 副贤级干部 或者是这样的 然后有些副贤级干部 想正贤级干部 然后有些科长 想当副局长 所以每一个人都自己的 前面有一条路向前面蹦 可是有些人在奔跑的过程当中 不但不成功 反而掉下去了 特别伤心 所以我想世间当中 应该说是 所谓的出家人 和所谓的一些堪破世间的人 算是不太求名声的 这个应该稍微好一点 但是在这个人当中 有时候也是 甚至外面各种广告 各种宣传品也可以了解到 自己本来是不是有这么多功德 也很难说的 可是功德方面 稍微有一点点借口的地方 就开始天资假业 一直夸张 然后过世方面 非常严重的问题 尽量地隐蔽 现在的世间人就这样 害怕别人知道的 所以很多方面 世间的行为是不太道德 应该说是不太合理的 我们讲道义的 讲正直的 讲平行的人尽量地 就是世间当中真正的真理 值得追求的 然后是一些非法 和一些非正当的途径 所得来的名声 财产 或者说一些地位 都没有什么用的 因此在平时任何一个团体当中 你如果真正在无情当中得到 你也随意地去享用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前世的佛报 或者今生当中 自己的有些行为不如法而造成 也没有必要过于伤心 这就是我们做人的 基本的一个标准 这是应该大概来这样了解 那么下面讲 这里就讲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 拼命地寻找自己的这种命运 始终得不到 就像是寻彩虹一样 越来越遥远 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这个原因 在这里已经宣说了 也就是说 我们很多凡夫人 往昔积累的福报 滴滴取缺是不多 正因为往昔的福报没有积累 再加上自己今生当中的 一些行为不如法 有了这两种原因 那么今生当中 自己所需求的这种愿望 始终都是不能如愿一场 经常在中间 有破轮水的 有造违缘的 从中自己的这种行愿 不得成功 原因就是以自己前世的业力 这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上 很多的凡夫人 自己认为是自己 很了不起的 其实就像我们 汉茶果律一样 汉地的有些茶 特别是像南方福建一带 他们对茶比较讲究 比较有各种说法 然后这种茶 通过旅王过旅期以后 那么在王里面 只剩下的所有的一些杂志 一些不清净的叶子等等 真正的精华 全部已经落下去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 真的需要给 希求的这些道德 真理 道义 这些基本上都是没有的 有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世间上也是经常要搞一些 做一些针顿 犯腐败的 等等有一些活动 但实际上从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大多数的人 表面上说得非常漂亮 啊 我为人民服务 我对祖霍说我们佛教徒 也是度化众生等等 但实际上除了七少数的人以外 真的一些真正的美德 真正的功德 法心 利他的心 这些基本上都已经录完了 在他的相续当中都是没有的 而坏的一些形象 很多人的形象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时候我们看见 学佛的有些修行人也好 甚至有些国家公务院当中 经常也可以看得出来 真正一些古人的 道德行为 古人的古代传统文化 应该说是比较灿烂的 这些文明历史 或者辉煌的人论文化 在他们相续当中 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 就反而现在所谓的 抽烟 喝酒 大麻将 然后看各种各样的一些地片等等 这样乱七八糟的 这种智慧 经念 语言 而且很多的行为 在他们所有的牲口业当中 不作勤奋当中 也可以发得出来 说话也好 平时白贪也好 在什么样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随着现在世间恶人而发展的 这种行为就会体现出来 这说明一方面 所谓现在的人类发展 我都有时候这样感觉 在外面的物质发展 不等于是今生文明随着发展 如果人没有今生文明发展 光是依靠外面的发展 不能满足众生的 我们人类的这种要求 而外面的越发展 你的贪婪 你的渴望心越来越强烈 这样以后不如法的 违法乱戒的事情不断地增长 这种事情不断地出现 这样以后就像我们古人一样 应该对自己的心理和行为 道德上有一定的规范和约束 即使外面的物质不太发展 也是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有一种安宁 有一种安全感 应该非常的快乐 而反过来说 完全是依靠外面的物质来 从事我们的生活 这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我们世间上大多数的人 也可以看得出来 包括我们修行人当中也是 真的有些 以前的老修行人以外 现在的年轻修行人相当一部分是 所有的计划 全部都已经录完了 以前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所传下来的一些教规教育 真正的一些甚深的教言 现在能传递给别人 自己也是每天的修持 这样的修行人当中 也是有多少 然后以前根本对我们的修行 没有任何关系的 乱七八糟的一些 现在科学的一些做法 行为等等 这些垃圾知识 经常自己去传习 自己去修炼 这种现象 应该说是禅度数的 这样以后 孟宏仁波切在这里 应该说对未来的一种语言 大多数的凡夫人 的确是现在的这种行为 越来越破烂不堪 可以这样来理解 父母上师 长老等 立即人前不报恩 护法诸天吃小笔 失去主板如僵尸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有些人做事情容易成办 有些人在做任何事情的 过程当中也是违缘重重的 但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原因 为什么呢 我们平时人也需要一些人的帮助 他的护持 也需要一些非人的这种 在自己的身上 有许多的一些天生 只是每一个众生来讲都有 尤其是我们人类 以具身的方式来有一些护身 护身 那么这些护身要让高兴 我们世间的任何一些事情 做得圆满 做得圆满的话 我们护身 护法身 还有一些天地身等 这些对你经常保佑 保护 这一点是 古人非常讲究 可是现在的人 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人 现在的人分别量也比较多 然后真正的一些真相 他们也不是特别的明白 所以虽然人们并没有特别的提倡 但实际上真的是 每一个人的护身 也就是说 居身的天尊相当多 一定要受到他们的维护 如果他们的维护没有 我们就变成了像尸体一样 任何人也不要你 然后任何非人也不要你 这样以后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 真的成了非常困难的 因此你要想修行 修得非常圆满 或者有些人对自己的家庭 工作 各方面过得应该是比较圆满 心里面是有这种希望 但是真正要做到 我们对世间的 基本的一些小顺父母 或者报道恩德 这些必须做到 那么这里就是说 我们对自己的父母 上师 还有一些具有一定功德智慧的 这些长老 以及自己的老师等等 长白等等 这些实际上对自己 有一定的恩德 非常有深厚的恩德 这些具有恩德在面前 尽量地去报道他们的恩德 因为大家也应该清楚 所谓父母 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应该有养育之恩 他们也是辛辛苦苦地 让我们养育成成人 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也是对他们报恩 作为上师 对每一个真正一直上师的人来讲 恩德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我们的智慧毁灭 依靠上师的慈悲 摄受 依靠上师的智慧 才加以开发 如果没有上师的摄受 世间上的任何一个老师 世间上的任何学者 父母都没有办法 甚至梵天地试天 也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 应该说恩德是非常大的 他的恩德应该胜过 所有的一些父母 亲人等等 还有世间当中 对你知识一些正道的 包括我们从小到现在 每个人都是可能有一些老师 还有一些老年人 经常对你知识一些取舍道理 这些人也是 对我们来讲恩德很大的 同时我们还有 每个人在修行过程当中 有些人用财务上帮助 有些人以智慧上帮助 比如说你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有些人非常困难 或者在这里的情况不了解 在那个时候给你借足处 或者说刚开始 还没有学佛的时候 有些人通过一些法本 通过一些道理来 让你进入佛门等等 包括世间当中 对你的工作 家庭等当你特别困难的时候 对你有恩德的人 每一个神的神殿一定会有的 但是有了这些恩德 我们尽量以后 不能忘他们的恩德 如果忘了的话 世间上所谓的 忘恩负义之人 那么这样的忘恩负义之人 所有的护法天宗 所有自身的这些本尊 护生天 他们并不会保佑 关心 他们觉得这个人 基本的这种仁德都是没有 别人如何如何对你有 深厚的恩德 可是你现在嗤嗤一笔 对他一点都是不顾忌 好像无所谓的这种感觉 那这样的话 那你基本的人格 道德都是没有的 因此他们对你特别的嫌弃 特别生起厌烦心 然后一点也是 不会帮助的 最后你自己没有任何护育者 没有任何帮助者 最后自己变成一具尸体一样 那一具尸体 大家都觉得特别的脏 谁都会愿意清净的 所以我们有些世间人 也是真的 保恩德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保恩德 当然我们有些人 自己的福报 各方面的能力 不一定能保得上 但是自己知道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 所谓的保恩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经常要衡量一个人的这种人格 哦 某某人 好像像牛糞一样 并不是对他做什么好事呢 也无所谓的 做什么坏事呢 也无所谓的 当然他并不是修得 真的像大菩萨的那种境界 如果真的到了登静无二 或者厉害无二的关系 这种境界都是非常羡慕的 但是也并不是这样的 就什么都不知道 好像无所谓的 今天对你供养多少个黄金 啊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今天别人说你坏话 啊 可以可以可以 好像到底有没有生命 也不太清楚 就是一种没有什么感觉的 我们经常也说 它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那是很坏的人 世间人当中也是这样的 出家人有些人说 出家人是不能斤斤计较 出家人对这些 实际上也并不是这样的 出家人真正要对报仇 或者这样的行为 这是大乘佛教当中 不允许的 但是要知这个群世 分明厉害 这一点辨别是非 这一点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所以以前我们那个上师 也是特别地强调 这些方面的教言 支持大家以后 自己把自己 最好不要变成像尸体一样 应该对自己的 以前真的有恩德的一些覆没 那么看能不能 通过各种方式来帮助他 尤其是帮助的唯一方法 我想应该以佛法来帮助是最好的 华智仁波及前行里面也讲了 如果父母让他皈依 信佛 那这样的话 完全能报答他的恩德 所以以前在禅宗 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像黄婆禅师 他也是通过对母亲 宣讲佛传记的方式来种下善根 让他转生到善趣当中去的 这个故事也是 大家都可能非常清楚吧 黄婆禅师他出家以后 远离家乡 一直在经济的地方 过禅堂的这种生活 在三十年当中 并没有回家 他没有探望他的母亲 后来他也是 到了五十岁的时候 他也是心里面 特别地想念他连迈的母亲 然后他母亲 自己的儿子出家 没有隐形 特别地想念他 每天都是想着儿子 一直哭着的 后来他的双目都已经失明了 那个时候 他自己顺便在一个地方 做了一个视察亭 专门接待一些 十方的一些运游生 他以洗脚的方式来 恭敬圣人 目的他一个是为僧众 也是一种理解 一方面他的儿子黄婆禅师 实际上他的脚上 有一颗指 然后他通过这种方式来 万一能不能找到他的儿子 所以有时候 我们也可以想得出来 每一个父母对儿女的执著 真的胜过一切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如果有父母 应该尽量地孝顺 尽量地想帮助他们 如果没有 有时候开法会的时候 或者遇到一些佛塔 佛像面前 也应该提一提他的名词 然后自己念诵普贤行愿品 念诵法愿的时候 也应该作一些念诵 比如说我们藏地有些 比较会孝顺的这些 孝顺父母的有些 他自己家里的人 死了以后 经常遇到一些僧团 遇到一些上师的时候 把他的名字写上 给给他 所以我们很多人 很小的时候知道好多人 他的父母叫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天天到那里去 也提他的名字回向 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 有些爷爷奶奶 就知道他天天提的 就是这个人 反正这个人的父亲叫什么 他的母亲叫什么 有这种传统 所以我们平时自己 真的今生当中 如果以佛法来保恩 也是非常好的 如果没有 也通过其他方式来保恩 刚才我说的话 说回了 黄博禅师当时 他也很想念 他有一次后来 他就返回他的家乡 看望母亲 但是他又非常的害怕 因为母亲对他特别执著 如果他出现了他的身份 他害怕自己的修行有障碍 后来他知道 母亲已经生命了 他依靠一时刹厅 为僧众服务的时候 他返回过两次家的时候 当时也是让母亲洗脚 洗脚的时候 他把左脚不敢给他洗 因为那上面有纸 他害怕扔出来 然后母亲一直洗他的脚 洗他的脚的时候 当时三十多年的离杯 基本上口音都已经变了 然后黄博禅师为了 母亲种下善感 给他讲了释迦牟尼佛出家的一些故事 但后来他离开的时候 他的邻居实在是忍不住 然后告诉了母亲 刚才给你讲佛的故事就是你的儿子 后来他就疯狂般地想 虽然他没有眼睛 但是往儿子的方向 到乘船的马头向那边奔跑 奔跑的过程当中 不行地他已经跳到水里面淹死了 当时黄博禅师 已经上了这个床上面了 然后返回来的时候 来不及了 当时黄博禅师 也是说了一个偈颂吧 说是义子出家 救生生天 若不生天 佛说诸佛妄言吧 当时说完过后他又返回来 将母亲的身体作为火化 火化完了之后 他也说了一些偈颂 当他说完偈颂的时候 他们很多的人们就看见 从火焰当中 母亲的身相趋于善去天界当中 也就是说 他这样的种下善根 后来真的母亲 也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善去 但能往生没有 历史上没有特别明确地说 所以我们想 我们很多人 现在黄博禅师那样 三十年从来都是 给父母不打电话 不说 这种情况是可能没有的 这里有些人出家以后 三年 四年以后 实在是忍不住了 然后通过有些人不愿意 知道自己的地方 通过其他的方式来 接别人的手机 我还是要打电话 不然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如果没有 或者死了怎么办 有些可能境界不一定 与黄博禅师相比较 但是真的通过 想尽一切办法对父母 上师 应该自己众生当中 有一种感恩之心 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下一个颂词 就是说 宣言寡持且轻视 今生来世之因果 言谈法事难诸心 见证智者心胜言 他这里说 我们世间当中 必须要做一些好人 千万不能做一些 宣言寡持没有修持的人 不止修持的人 同时也对所有的前世 今世 然后业因果全部非常 轻视这些因果的 还有他的言谈 他的法事 都没有可信任度的 这样的人 所有的见证智者 见证智者的话 我们的上师 父母 长老 以及护法神 诸佛菩萨等等 所有的这些见证智者 都会生厌离心 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真的是不知修持 别人对他说什么 他的行为也好 他任何一件事情 有毁谤 有人说评价 那无所谓的 自己都变成使徒一样 没有修持之心 那这样的人 大家都对他也生厌离心 然后有些人对业因果 今世 来世 对这些重大的问题 一点都是不信 自己没有任何理由 但是他不信任 这也是非常坏的一种人 而有些人他的说话 没有什么可信的 今天说这个 明天说那个 然后详细观察的时候 全是说法语 没有一个真实的语言 还有他发的誓言 在一三宝面前发誓 斗主 这些根本无所谓的 不可信赖的 他发多少识 也是全部马上违约的 像这种人 那么不叫真正的人 这叫做真正一般的出生一样 所以说我们做人 首先必须要自己有资产有亏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对今世来世的因果 对我们来讲是 没有理由不行的 一定要对信任今世来世 而现在我们学习 有些论典以后 有些道友 以前自己做的一些坏事 现在还是不管是 搞生意过程当中也好 或者是对别人的交往过程当中 自己做的是做错了 现在那就进行忏悔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如果人什么感觉 都是没有的 什么因果都不行 那就是无恶不作的 这个人是前途相当可怕的 所以这是一定要相信因果 然后我们的说话 一定要有一种可信度 如果我们今生当中 也经常说妄语 说一些旷语 然后经常欺骗别人 那这样的等流过 乃至生生世世 自己都变成了特别虚假的人 就是千万不要 现在世间上的 有些人们那样 只要是心口开河 说得一些漂亮的话 经常欺骗别人 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 千万不能这样的 应该要变成一个非常 像我们经常 藏人所说的那样 像黄金一般的 他说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根本不会说一些 无有事业的 也更不会欺骗别人的这种语言 尤其是他在别人面前发誓 三宝面前发誓 独主 这是宁可他的舍弃生命 但是不会变这种誓言 像这样的人 应该说是非常的了不起 所有的诸佛菩萨 也经常伴助 上师 智者们 包括我们在一个世间当中的 一个单位里面 那么他的领导 下属 全部都对这个人是很信任的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 看自己是不是这种人 我们现在耳鬼教授学习 在文字上没有什么不懂的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问题 要观察自己 这是一面镜子一样 看我自己具不具足 我是不是真的是 无产无愧的人啊 我是不是 我的说话好像 我们有时候 这个人真的没办法呢 他说话也是 今天说得是好好的 我发誓 我从此以后再不犯 如果我再犯 那我如何如何如何 那明天全部都效益发誓了 这种人真的 我以前在传译看病的时候 有一个老年人 当时他们做围经观察 围经观察的时候 他们说 围全部已经弥烂了 连切片都没办法 全部都一块弄 弥烂了 没办法说的 所以这种人 真的全部都弥烂了 没办法呢 他说什么 现在说得好好的 过一会儿 就没有什么事了 然后法师 说什么都没有什么 这种人真的不是真正的人了 所以我们应该自己说什么 当然人有时候错的 有时候不对的 但是你自己的说话 和你自己的誓言 承诺 应该在任何时候 没有前后矛盾的话 那这是一个真人 因此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 也是 如果我们一生当中做到 我想恐怕你们真正的证悟 应该有所帮助的 光是嘴巴长得很大的 一说空性空性 说得一些特别高 也不一定有意味的 我们有一种比喻叫做 就像青蛙一样 青蛙一般张开嘴巴的时候 黑洞洞特别大 然后他的肚子里面 全是一些泡泡 从来这个以后没有什么 所以有些人说起来的时候 特别好高无缘 一直我证悟空性 光明 境界 真的是青蛙的口一样 说得特别好的 但是里面什么都是没有 不要说是出世间的境界 连基本的一些人格 基本的一些语言的信任度 你的誓言的信任度 还有前世后世的 相信因果的这些证见都没有 那这样真的比青蛙还差 不太合理的 因此我们还是要变成 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只有这样所有的见证知识们 也是经常加持保护的 下一个颂词 颠倒厉害 随意行 得识诸天业意识 时时恭敬 怨敌骨 殊胜战胜皆不欲 这里也讲了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的 所谓的一些坏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 谁是对你有帮助 有利益的人 谁是对你有危害的人 以前对自己有恩德的 有帮助的这些人 跟有危害的这些人 完全都离害颠倒 如果自己有一些能力 即使我们世间当中的天尊本尊 或者上师三宝等等 这些也是想把他们 就是做成自己的仆人 做成自己的仆人来进行加害 如果自己失利没有 上师失利的话 那即使说 你怨恨的出人 出敌 把它也是当作 自己的根本上师那样 恭敬 恭敬 所以像这样的坏人 那么世间所有的 这些殊胜 战胜 本来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许许多多的天胜 这是每一个人来讲 他是以俱胜的方式来存在的 但是这些天胜和天尊 都不会高兴的 都把你睡得远远的 都不需要你 如果这些天尊 天生 舍弃了我们 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 不吉祥 不顺利 然后首先是天尊让你舍弃 舍弃之后 人们也会舍弃的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昨前天也讲了吧 有些坏人所有的天尊 都是把它看着尸体一样的 因为我们看见一个尸体 大家都不管怎么样特别害怕 不要接近它 这是事实 大家都特别害怕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行为道德 一点平行都没有的这种人 这种人的话 那么所有的贵僧天尊 也是把它远离 抛弃 同时我们人当中 也会这样的 我们有时候人当中 真的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世间当中的一个坏人 不管你到哪里去 大家都是对你特别的不满 不满的眼光来对待 把它看作一个尸体一样 在哪一个团体当中 哪一个场合当中存在 大家都看不惯 然后如果一个好人 在哪一个场合当中 都是像如意宝那样对待的 所以我们这里的人 反过来说 对自己有恩德的 有利益的 永远都是要记住他的恩德 然后自己有害 虽然我们学了大乘佛法以后 不能报仇 但是也得要利害分明 这一点是所有高僧大德的传统 有些人好像自己学得 还没有达到自他平等 心愿平等的这种境界 但是表面上今天 对你什么样的帮助 也一点都是不知道 然后对你今天 怎么样危害的话 也不知道 就像我昨前天所讲的那样 像牛肺一样 没有什么感觉 而且前一段时间 我来了一个 我们寺院的一个喇嘛客人 他是这样说的 去年我母亲死的时候 一个人给我 给了五百块钱 所以对我的恩德很大 这次他们家的人死了 我要在四十九天当中 我自愿发心 给他们念经 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想这个人还是很厉害的 不像我这样的 四十九天当中念经 不是那么很容易的 非常累的 而且对四人的念经 从早上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一直都念到 晚上天黑之前 所以特别累 但是他三十斤所有 五百元人民币 我们今死的时候 他给我这样 所以我这次四十九天 全部是我自愿给他帮助 就这样 所以有时候人应该说 里面有一点骨肉 应该可以这样说 如果是这样 天罪也是把他经常保护的 觉得这是 真的非常了不起的人 他特别地愿意保护 所以这种人不一定 每天都是念护法神 念求本尊 什么都不用 不用 只要是你自己的人 做得非常好的话 那么所有的护法神借力地 保护你 维护你 经常来帮助 如果有我们看不见的这些护士 经常保护的话 那我们别人也是 看见你的所作所为非常顺严 所以我们有些人 别人也是对他看不惯 然后所有的人们 看不惯的原因 主要是护法神 主要是我们偏神 战神 这些把你已经远离了 远离以后 谁的感觉上 都有一种看不惯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一定要昨前天讲的一样 对自己的 凡是有大大小小的恩德的人 永远都是应该 要知道他的恩德 如果厉害颠倒的话 那么这是最后 他的下场是非常悲惨的 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广传当中 也是这方面的 公案和故事是比较多的 还有佛经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公案 以前有一位上主的女子 上主的一个独生女 她长得非常好 大概在十六岁左右的时候 有一次她在 也可以说她皇宫般的屋顶上 她这样的屋顶 始终都是有很多美女 对她伺候着 她有一天在屋顶上 她看到下面有一个囚犯 有一个犯人 她的脚和手全部捆绑着 马上要服务心肠 马上要判死刑 在那个时候 一方面对她生起极大的悲悯心 一方面也是可能不同的因缘 对她也产生一些执著 刚才那个上主之女 对她产生执著 之后她对自己的家里 强烈地要求 如果这个囚犯没有得到 我之前的话 我绝对不吃饭了 用绝食的方式来 对家里进行反抗 后来她父亲 也想尽一切办法 首先从那个囚犯 在别的书里面花了大概 总共 先后花了两千银币 然后已经救出来了 救出来了之后 那么他们也是按照女的想法 嫁给他了 嫁给他之后 她自己为了获得她的欢喜 经常身上佩戴各种珍宝 然后她所作所为 为她的丈夫做事情 但是刚才这个囚犯 因为人非常不好的原因 她不断没有报恩之情 反而心里面想 这个没有智慧的女人 我什么时候把她杀了 把她所有这些 佩戴的金银财宝 我享用一番是多么好啊 她自己心里 一直有这样的恶念 后来她也是 对她进行绝食 然后她绝食的时候 她说我有个愿 我当时复兴藏的时候 我发愿 如果我有办法 已经获得救护 或者解脱 获得释放 那么我一定要给 有一种窃藩山吧 在专门盗窃 所供的一种圣贤 她说 我在这个山顶的圣贤 一定要供养 我发过这个愿 我如果没有满这个愿之前 我绝不吃饭 但是这个女的也说 这个我们想尽一切办法 跟你一起供 后来有一天 那个女的也是身上佩戴 一切金银财宝 然后她们一起到山顶上 到了山顶上的时候 那个坏人对她狠狠地说 我来到这里 并不是供圣贤的 今天就要想杀你 然后把你所有的这些财产 我要享用 她正说这样的时候 这个女的也是给她说了 我就是对你有恩待的人 你不应该对我这样 一直非常可怜地求 一直恩求 但是她也是无所谓的 以无所谓的态度 后来这个女的 心里面是这样想的 故人所说的智慧 也可以住 也可以吃 现在我一定要到这样 非常危险的时刻的时候 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 对付她 然后她说 既然你非要杀我的话 那我有个请求 可不可以你给我答应 我原来是救了你的 连现在你既然要杀我的话 我还是要请求你 最后她也答应了 答应之后她说 我向你礼拜 我先转绕山权以后 向你礼拜 然后她也答应了 答应之后 她这样做完了以后 她说我再也见不到 你也见不到我 我还是对你很执著的 然后她就抱着她 抱着她的时候 当时她没有留意 没有特别在意的时候 她就突然把她推到 非常深的悬崖当中去了 然后这个人那个时候 所有的天神也好 护神也好 谁都没有保护她 就是一直在 那个人最后在那里 已经焚身吹骨了 当然这个女的 后来她自己也心里非常的伤心 对整个轮回的一切事物 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的 她到了一个寺院里面去 出家为生 然后精进修持 后来也获得了阿罗汉果位 佛经当中有这个公案 从我们这个故事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人不保恩的 颠倒厉害的话 最后的下场 应该说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们自己在今生当中 我们的想法 大家一定要了解 当你有能力的时候 对你的恭敬处 这个永远都是要对他恭敬 不要把它们变成 就像我们以前有一段时间 在文革期间的时候 有些坏人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把自己的上师 全部都是当作路口 天天辟堕 这样的 然后自己特别害怕的时候 在敌人面前也是恭恭敬敬地 顶礼 经常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遇到了最大的违缘 最大的困难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敌人面前 怎么样是没有必要去 以前我们不管是怎么样 在修行当中 遇到违缘的时候 一定要坚强 没有必要向敌人投降 否则比如说佛教 找到一些违缘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些人可能 只要是我的性命能保得住 在外道面前 我也想皈依 如果我有一点权力的时候 自己对父母 上师 全部都是当成仆人 这样是不合理的 我们在家人当中也是 有些人真的自己有一点钱 有一点能力的时候 原来对他的这些恩人 全部都当自己的路仆 就是有这种情况 我看见有些老板 真的包括把自己的父母 都是当自己的仆人 虽然你有一点钱 有一点势力 但是你原来贫穷的时候 你原来痛苦的时候 依靠他们 养障他们的恩德而变成这样 所以现在你有了 自己的势力的时候 把他们全部都是 当作自己的仆人 然后其他的一些原地 其他对你一点不好的这些人 整天都是恭敬 整天都是供养他们 人品完全都已经颠倒 这种人包括所有的天生 对他不保护 他们都觉得这是非常坏的人 经常不会来守护你 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 一种做人的窍诀 所以我们如果像这些 高僧大德们的论典来要求的时候 很多的在家人和出家人 起码做人的基本知识和理念 都是没有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 所以我们这次 为什么讲二桂讲呢 颂词上面是很简单的 这个谁都会明白的 只要有一个小学文化就可以了 应该就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的内容看我们很多人 在实际生活当中做到没有 我们到底是人和天人 所有的天尊见证者是远离的对境 他们也是保护的对境 如果我们是一种远离的对境 那自己心里面再怎么样 想法获得快乐都没有意义的 下面就是说 那么有些人对上师三宝 一点恭敬心也是没有的 然后对上师三宝也因果等等 这些信心也是没有的 他的这个性格 好像跟一般的旁生 动物 这些没有什么差别的 对真正的 具有功德的 具有德行的 上师三宝面前没有信心 而且他自己的 为人出世等方面非常差的 比如说人的前面和后面 背后也有前面做的一套 背后做的一套 然后做事情的过程当中 开头的时候和结尾也是完全不相同的 那么这种人 所有的护法天宗 也是会远离的 他们的心里面 也是会产生远离心 这样的人 保护有什么用呢 没有用的 你看这个人 在别人面前说得好好的 你真正是天人 你真正的了不起 我对你做事情 是多么的高兴啊 真的是 我一定要一心一意地 我表力如意地为你奉献 为你做事情 如何如何的 然后过完了以后 根本不看见他的时候 说的是什么样 现在世间上的很多坏人 都是这样的 刚开头的时候 好像自己觉得很有积极心 很有能力 很有忍耐 等等对他也说得特别漂亮 然后你做到 还没有两天的时候 有这个理由 那个理由 把这个事情又变成糊涂色味 所以这种人应该是 一种坏人的标志 坏人的真相 在他的行为当中已经出现了 所以我们基本的一些作人 首先就像以前古代的一些 真正具有智慧的人那样 对上师三宝 对因共的这些人 有一种恭敬心 时时都是把自己的心依赖于 依靠上师三宝 对他们尽量地产生信心 即使你没有产生信心 也不能产生邪见 如果产生邪见 尽量地忏悔 人前面与后面 最好不要表力不易 就是言行一直悲道而死 表面上说得特别好听 背后做的另一件事情 我们《格言宝藏论》里面 也是不是说的 当面做的一件事 背后做的另一件事 这就是所谓的狡猾者 所以口头上说的一件事 心里面想的另一件事吧 这就是所谓的狡猾者 因此一般来讲 我是喜欢性格比较痴的人 如果性格太智了 对所有的人得罪 也是有一种 也是有点麻烦 我们那里有一个领导 他的智慧应该说 在相当一个范围当中 可能是不能逼他的 但是人太智了 有时候得罪这个人 跟得罪那个人 自己的位置一直没办法提拔 他自己也明明知道 但是这个也是性格 但我们这里也并不是说 光说别人的过失方面 人很智 不是这个意思 有一定要人不要当面说的事 非常好听 然后背后 完全都已经改了 一个人 比如说你一个领导 或者一个人看着你的时候 你就做得特别规矩 包括我们有些修行人 行为也是这个的时候 好像真正是一个 纯净做的一个佛像一样 如如不动的 在上课的时候一直就 这样的人 真的非常难道 然后下完课以后 背后很多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不是如如不动的人 这种很多行为 应该说要表现出一个人的智慧 一个人的德行 所以我们在这里 事前 事后也不能有非常大的变化 当然我们有些 做事情的过程当中 遇到困难 遇到一些不顺心的时候 心里面产生一种言法 这都是有的 但是毕竟是你要发了这个愿 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任何一件事情 表力如意 言行一致 一定要圆圆满满地 善示善动 这一点是 我们做人的基本原则 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 变成一个好人 有了好人的基础 才所有的基础 我们所谓的护法师 包括我们的格舍护法师 自门护法师 汉地藏地很多护法师 非常多的 那么这些护法师 只要有些人的行为如法 他们一定会是 时时刻刻都会保留你的 所以我们有些人 真的要想依靠护身 原来有一个人说 我现在什么都不顺利 看什么样 一定要念个经 然后另外有一位大德 对他说 不要紧 你自己做一个好人就可以了 其实这里面 还是有甚深的密意 因为他自己前世当中 也是做很多坏事 今生当中 也是做很多坏事 你每天求多少护法 也是不一定保护你 所以自己做好人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今天讲到这里 记住及别人每次两年 都是很重要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